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明朝的杨慎 杨大人有一首词 说是 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夏侯商周 英雄武伯闹春秋 秦汉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 北麻无数荒休 前人田地后人收 说甚龙争虎斗 要论这个道德 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 最好 论功名 谁也比不过 后来的夏 商 中 春秋五霸 争夺天下 短短的一瞬之间 就经历了秦汉 兴亡的变迁 所以说史书上那些王侯将相 姓氏名水 早已变成了北芒山下 无数的荒坟野种 野秋 就好比这个田地 前人播种 自然有后来的人收割 所以历史上这些龙争虎斗 也没有什么好谈论 也没有什么好留下 好留恋 特别是这个刘邦 汉朝的缔造者 陈平啊 用了一生的计谋来辅佐他 到最后又留下了什么呢 直到刘邦去世以后 陈平才被这个 后来的吕后 封做了郎中令 算是比较高级的中央官员 这个刘邦呢 还是比较了解自己的下属 陈平 也或者说是陈平啊 故意摆出一幅 不能一次喂饱 必须要时不时的 在他前面 挂块萝卜 或者扔块骨头 自己呢 在后面才能不停的追赶 也许是陈平啊 自己摆出了这样的一副姿态 有没有证据呢 有人说这个陈平啊 只是一个看重 眼前利益的精细鬼 能让你的老板 认为你赏 能让你的上级 为你所用 事后呢 还能让你的领导啊 因为 以为 你只不过是他们 这些领导们 聪明计划中的 一颗棋子 是这些一把手们 他们这些描绘的 红尾蓝图中的 一抹色彩而已 这样即便是做成了事情 也不会引来猜忌 你不贪天之功 自然就不会功高震主 所以啊 选择性的 在不同的合适的时机 跟你的老板 斤斤计较一下 喜欢一下金钱 沉溺于美酒 陷落于温柔相助 不能自拔 哎呀 看见美女就走不动路啊 哈喇子直流啊 关键 这些啊 要让你的 该知道的人知道 人家才会怎么样 放心 利用 你才会有 价值 都像韩信一个样 随随便便 就灭了北方五个国家 南下 一出手 就灭掉 西楚爸爸 天下都是你打下来的 别人是封侯拜相 功成名就 你这个起点 就是败将封王 后来每一笔 都是布上之功 土地庙里啊 实在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你又不是老板的这个敌心长子 你怎么能让这个老板放心 你想想这个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 当年还是秦王殿下的时候 就是因为啊 自己是皇帝的儿子 可却不是敌长子 所以上位之路 多么的尴尬 多么的血腥 所以韩信不死 谁死 韩信也只有死路一条 你有天大的能耐 天大的财分 锋芒毕露 就是死路一条 你死了 也就让天子放心 卧榻之旁啊 可以放心的打呼噜 满朝文武呢 也都顺心如意了 就你能 就显埋出你能 有你在上面 我们这些文臣武将 没有能够有出头之日的时候 这下你一脚被踢开了 那些将军元帅们 这些鸡毛蒜皮的功劳 就成了光辉世界 才能显现出来 所以啊 万民百姓也都安心嘛 折腾了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 让炕头了 所以相较于 这些都有财分 都有天赋的人 陈平 难道不高明吗 相较之下 历朝历代 晨行下棋 还是棋高一朝 刘邦呢 在从这个白灯 突围之后呢 回到这个 长安 过了没有多久 又南征北战 被这个 九江王 秦部 就是阴部 射了一箭 虽然说当时没有死亡 但是呢 后来这个伤啊 也没有治好 他的去世 也跟这一件 有关系 刘邦作为帝王 征战一生 是外战 内行 但是内战 却外行 跟这个项羽一样 其实连自己啊 最心爱的女人 都保护不了 你这个西楚霸王 英雄盖世 到最后 由于军事上的失意 落了个 漆漆惨惨的 霸王别姬 最后该下背面 乌江志 可你刘邦 刘邦你又怎么样 好 我们今天 就说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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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